大家好我是义员 今天我们又来看更新抢先看了 在前几天官方就已经放了图片给大家看 这一次7000宝石活动是已经回来了 也就是说7000宝石活动并没有被取消掉 这个部分我在之前的影片也是有讲过 这次的皮肤是攻兵神秘力提升5% 骑兵攻击力减少5% 也有保留连续5天的任务 这一次要获得的道具就是小兔子彩蛋 采集打野蛮人城内收集资源就可以获得 那假设说你来不及完成任务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第三排要课金的那一篮 里面也是有部分道具来帮助你完成这一次的任务 在罗里的挑战也是可以获得彩蛋 不过数量有多少就不清楚 除此之外牛车也是可以获得彩蛋 但是从原本的25等级提升到30等级了 要有结乐的界面这一次有所不同 因为复活节的关系 所以它的界面也是改成一个复活蛋了 不过玩法跟之前是几乎一样的 假设说你之后有剩下的票也是可以兑换成宝石 如果不明白玩法的话 向前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有仔细的教学 接着新的统帅也会在更新之后出现 基本上跟我之前说的技能是一样的 只是有一些文字翻译错误而已 不必玩家可以准备你们的镜头去觉醒了 接着就是我之前所说过的装备觉醒系统 因为我发布影片的时间刚好是愚人节 我看到有很多B站的观众以为我在讲骗话开玩笑什么之类的 官方已经证实这个是真的 至于规则说明我在之前的影片也是已经有跟大家讲过 那你们想要听解说的话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至于觉醒加成方面呢 它是会在每一个装备上面显示出来的 所以也不是说你觉醒了之后才可以看到 所以你们可以检查清楚到底有没有自己想要的加成之后 采取觉醒装备会比较好 既然已经说到装备觉醒系统当然也是要说到获得方法 这个活动是获得装备觉醒金石的活动 但是你们仔细看这个活动是有限制时间的 完成任务可以获得觉醒金石之外 还可以获得紫色的随机材料 金钥匙 随金钥匙 官方也是有显示规则说明我翻译成中文 完成任务之后可以获得大量的奖励 任务会在每天UTC零点的时候重置 所以记得在完成任务之后领取奖励 完成任务之后可以获得特殊道具觉醒金石 它可以在活动商店中获得 不过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你们看到兑换界面上面它有写一排字嘛 那排字是写 你的执政厅必须要到达16等级才可以换觉醒金石 不过相信已经可以出到金装的玩家 应该是超过16等级了的 不过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它可以兑换的金石只有4个而已 两个紫色随机材料 18金钥匙 18随机钥匙 15个60分钟加速 不过官方给我看到的画面只有这么多而已 剩下的就看不到了 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东西 任务方面也没有看到非常难 包括登录生产材料 采集 挑战热肉峡谷 其他的就看不见了 接着就是沙场点兵开放了 我在YouTube有做一个播放列 表示全部沙场点兵的影片都放在里面了 有兴趣的玩家你们可以去看 建议要报名的玩家先去看一下会比较好 再来就是前几天的官方有发一个邮件给我们 就是说沙场点兵之后 将军的职位呢可以比较多人去操作了 不一定要盟主或者是将军才可以交换职位 新军速度也是有所提升 所以玩法应该会跟之前有所差别 不过大致上的规则应该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接着新版的传说酒馆 心愿之选也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之前我也是有说明过这个玩法是怎样玩的 不过还是给大家看一下是怎样选择统帅 以官方的图片看来 目前只能选到第四代的统帅而已 就跟现在的传说酒馆是一样的 不过你们可以随机选择你们想要的统帅 不一定要像官方这样子全部选齐兵 你要混齐兵攻兵步兵都可以了 只要选择满五个就可以了 能够选择统帅也比较容易获得自己想要的统帅 不过在之后我也会测试给大家看他的概率是怎样的 奥林匹亚之间新的地图 也不算新的地图啦 其实他就是拿旧的地图改成晚上版本的 那路途上你会看到窃火大道 打了之后就可以获得额外的争议 窃火大道的样子在图片中有显示出来 接着就是新的活动战药莲华 那这个活动有一点像我们登峰造极那样 不过他的要求会比较低一点 战力升到1500万之后就可以获得这个皮肤 有考虑入手皮肤的玩家可以准备你们的加速了 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更新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